比试面试专期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问云算有关的内容 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如何不用任何的额外变量 交换两个整数的值 我们知道如果两个整数分别为A和B 想要交换A和B的值 常规的办法是 先申请一个额外变量 假设为C 然后用C来保存A的值 然后把A变为B的值 最后把B变为C的值 也就是原来的A的值即可 如果不能使用任何的额外变量 那么用大家看到的三行代码 其实就可以实现交换A和B值的功能 这个无疑相当的酷炫 但是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三行代码呢 下面我们进行解释 假设一开始A的值为A0 B的值为B0 那么第一行代码结束之后 A等于A0亦或B0 B的值还是B0 第二行代码结束之后 B等于A0亦或B0亦或B0 也就是B等于A0的值 此时A依然等于A0亦或B0 第三行代码结束之后 A等于A0亦或B0亦或A0 也就是A等于B0 而此时B等于A0 过程结束 给定两个32位整数A和B 返回A和B中较大的那个 但是不能用任何比较判断 那么第一种方法是 只要得到了A-B这个数的符号 可以知道是返回A还是返回B了 如果A-B这个值的符号是正或者是0 那么就返回A 如果是负呢 那么就返回B即可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代码 散函数呢 是取得一个32位整数符号的 这么一个函数 如果不是负数 这个函数就返回1 如果是负数呢 就返回0 因为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比较判断 所以最终返回A乘以散A 加上B乘以散B 其中散A和散B只会有一个为1 另外一个为0 如果A-B不是负数 那么散A为1 散B为0 如果A-B为负数 那么散A为0 散B为1 但是第一种方法 也就是判断A-B的值的方法 可能会导致溢出的问题 所以最好的做法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当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代码 如果A的符号与B的符号不同 也就是 散A-B等于1 散A-B等于0 那么有如果A等于0 或者为正 那么B呢为负 也就是 A-S等于1 B-S等于0 此时应该返回A 如果A为负 那么B为正或者为0 那么也就是A-S等于0 B-S等于1 则应该返回B 如果A的符号与B的符号相同 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是 DifAB等于0 SameAB等于1 在这种情况下呢 A-B的值是绝对不会出现溢出的 那么有 如果A-B为0 或者为正 也就是 C-S等于1 那么就返回A 如果A-B的值为负呢 也就是C-S等于0 那我们就返回B 综上所述 应该返回大家看到的代码的最后一行 给定一个整形数组 Array 已知其中只有一个数出现了奇数次 其他的数呢 都出现了偶数次 请打印这个数 要求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E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整数N 与0 异货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 原来的那个数N 任何一个整数N 和它自己异货的结果呢 是0 所以 我们先申请一个整形变量 计为EO 然后在便利数组的过程中呢 把EO和每一个数都进行异货 最后 EO的值 就是出现 奇数次的那个 唯一的那个数的值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E或运算满足交换率和结合率 为了方便说明呢 我们假设ABC 这三个数出现了偶数次 D这个数 出现了奇数次 并且出现的顺序为 C B D A B C 因为E或运算是满足交换率 和结合率的 所以 任意调换 整数 议货的顺序 不会改变最终的 议货值 那么按照原始顺序 议货得到的EO结果呢 与按照如下顺序 议货出的EO结果 其实是相同的 也就是 A BB CCD 这个顺序 而按照这个顺序 议货的最终结果 其实就是D 也就是说 先议货 还是后议货 某一个数 对最终的结果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最终结果 等同于 连续 议货 同一个 出现偶数次的数之后 再连续 议货 下一个 出现偶数次的数 等到所有 出现偶数次的数 都议货完之后 此时 议货的结果 肯定是零嘛 然后 再去 议货 出现 奇数次的那个数 最终结果 自然是出现 奇数次的数 所以对任何 排列的数组 只要这个数组 有一个数 出现了奇数次 另外的数 出现了偶数次 最终 议货的结果 都是这个 出现了奇数次的数 给定一个 整形数字 其中有两个数 出现了奇数次 其他数都出现了偶数次 请打印这两个数 要求时间复杂度为B勾N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E 还是根据案例4的方法 整数N与0 异货的结果 就是N 整数N与 整数N 异货的结果是0 所以先申请一个 整形变量 计为EO 在便利数组的过程中 把EO和每个数 进行异货 得到最终结果 假设A和B 为这两个 出现了奇数次的数 那么很明显 EO就是A 异货B的结果 所以如果数组中 有两个数 出现了奇数次 最终EO EO一定不会等于0 那么肯定在32位 整数的EO上 能够找到一个 不等于0的比特位 假设K位不等于0 EO在K位不等于0 说明A的DK位和B的DK位 肯定一个是1 另外一个是0 那么不妨设A的DK位是1 B的DK位是0 接下来再设置一个变量 计为EO皮儿 然后再便利一边数组 这次便利的过程中 EO皮儿 只与DK位是1的 那些整数进行异货 其他的数则忽略 那么第二次便利的 结束后 就是EO皮儿 就等于A 而EO 异货EO皮儿的结果 就是另外一个 出现了奇数次的数 也就是B 请设置一种加密过程 完成对明文 Tax的加密和解密的工作 这道题可以用 异货运算完成 最简单的加密跟解密的过程 比如某名文Tax 用户给定某密码Password 则可以将名文Tax 加密成密文Cypher 也就是Cypher等于Tax 与Password的 异货的结果 那么在解密的时候 仍然使用相同的 密码Password 根据异货的对称性 可以得到名文Tax 等于Cypher与Password的 异货的结果 从而完成解密 正常的使用中 一般名文Tax的长度 远远大于密码Password的长度 所以常常需要循环使用密码 从而完成Tax的暗卫 疑惑的操作 而正是因为 密码的重复使用 如果原文的某字符 X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那么密文中相应的字符 Y出现的也就比较高 如果此时密码长度又很短的话 可以利用这个性质进行解密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查阅相关的文献